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生於1868年1月11日 是浙江少慶人 是中國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亦都是中國近代民族學研究的先驅 蔡元培先生兩度遊行歐洲 以德國、法國居多 親戚文藝復興人民主義精神 和法國大革命後的思潮 研究了當年的哲學、教育、美學、心理學和民族學 有中國近代孔子之稱的蔡元培先生一生貢獻良多 有學界泰斗、人世皆無的美語 重要階段 蔡元培先生一生有三個重要階段 1.在民國成立後擔任總長 2.在1917年擔任北大校長 3.在南京政府成立後 執掌中研員 無論是從事教育行政 還是學術研究 蔡元培先生都在做風氣奠定的事 他對中國青年和知識界的影響有目共睹 教育理念 冒失政變之後 他認為維生派失敗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培育隔身的人才 他立志興辦教育、培養人才、提倡新學 蔡元培先生在蔡元培不大就職演說中 對學生提出了三個要求 1.報定中止 2.抵禮德行 3.敬愛私有 他還支持日益輕盛的新文化運動 提倡白話文 贊成文學革命 反對復古主義 倡道以科學和民主為內容的新思潮 蔡元培先生曾經說過 救普路士之亡 得二致統一的聖業 皆發端於教育之格固定身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模式生榮 主張囊括大殿 網羅眾家 思想自由 蔡元培先生實施五欲並舉辦學方針 包括國民教育 實利主義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 世界觀教育 和美容 今次元培節的主題是 《思故自省》 目的是鼓勵肅生重視修德養性 進行自我教育 關於自省 蔡元培先生認為人角有所長 逆角有所短 因此 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需要審視自己的天資品符 衡量自己的處境 好好地考慮一下自己過去的錯失 現在有什麼可以改善的方案 和未來的趨勢 同時 亦都希望各位縮身 可以學習到當中的思想 做到邁向卓越 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 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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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育